南韩疫情到昨 22日依旧有7000多人确诊新冠肺炎 COVID-19不过今 23日正在首尔举办的首尔歌谣大赏 却是疫情爆发以来 罕见看到台下一人全做起 并开放部分歌迷道场 同时也允许颁奖人直接手持奖杯颁给得奖者 正在举办的首尔歌谣大赏 由金胜柱乌鱼雪炫搭档主持 在红罕时 每组一人都照常不脱口罩拍照与受访 不过进到了典礼会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举办在最高可容纳2.2万人的超大型高尺天空巨弹 主办单位也放宽了受奖限制 他们安排一人像疫情前那样 在台前有个一人席 虽然没有放上透明隔板 不过改成了每桌只做五人的圆桌 而且在台下时大家都得戴着口罩 仅有在得奖上台时才脱口罩 另外得奖时之前许多颁奖典礼都改将讲座放台上 尽量不接触 不过这回则允许颁奖人直接递奖给得奖者 再来就是粉丝也可入场观看 镜头照到不少粉丝举着偶像的名字 手灯在台下为偶像应援 且不需要特别采取梅花座 也因此现场艺人也不像疫情时期多彩预录方式 今晚几乎以现场表演让入场观众能看到完整的演出 可说是疫情以来规定最为宽松的歌谣界颁奖典礼